男人的额头被子弹击中 下一秒居然来到另一处空间 这里的家具摆设越看越熟悉 直到他走到镜子面前 顿时整个人愣在当场 男人的灵魂居然附在了母亲身上 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 记忆水晶便破镜而来 原来母亲经历了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她曾经也是拥有梦想的少女 如愿和心爱的男人组建家庭 不过另一半很快就意外去世 母亲从此独自挑起生活的重任 白天工作晚上带娃 即便被迫下岗 她也是四处打零工工崔毅在念完大学 直到这天母亲一直打不通儿子的电话 接着便收到了对方去世的消息 看着母亲和知秀库的私信裂废 崔毅在现在才醒悟过来 原来死亡是将伤痛完完整整 传递给了关心自己的人 从此以后 母亲一直生活在极度愧疚之中 认为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儿子 所以对方才会选择亲生 如果她遇到更有能力更智慧的母亲 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一起做清洁的同事 天天讨论石水又抱孙子了 母亲这时候尤其显得格格不入 她宁愿跑去外面找些事干 也不想在休息间多待一秒钟 可墙壁上的标语 再次让她忍不住泪崩 因为上面写着 儿女的命运由父母遭救 深刻感受到母亲痛苦的崔毅在幡然醒悟 虽然自己先后经历了12次死亡 可让她感觉最痛苦的 正是那场导致知秀生死的车祸 现在她总算体验到了 母亲每天犹如深处地狱般的煎熬 凌晨三点半的闹钟再次响起 崔毅仔拖着疲倦的身躯来到地铁站 车厢里坐着不少和母亲差不多大的老年人 他们一般都是大型企业的清洁工 必须在上班之前 将所有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时候崔毅仔才发现 母亲一直患有风湿病 下个楼梯都得休息好几次 回家贴钥匙 无意中看到一张存折 里面有母亲省知检用 日积月累存下来的一笔钱 原本是打算给崔毅仔结婚买房子的 可惜现在永远用不上了 尽管已经困得不行 但是听到地铁爆站后 母亲几乎本能地冲出车厢 因为这里正是崔毅仔的古灵塔 老太太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来到这里 哪怕只是说书话 也能让她心中的愧疚少上几分 如果还有下辈子 她宁愿崔毅仔遇到更有能力的父母 这样也许就能一直活到最后 而她只要远远看着就好 此时的崔毅仔 多么希望能跟母亲道个歉 让对方知道无论几辈子 自己只想做她的儿子 可惜现在已经晚了 她的任何想法 任何心意都无法传达给母亲 这时候崔毅仔回想起来 母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再去一趟五丰山 因为年轻的时候 她跟爱人经常去那里登山 崔毅仔承诺一定会带母亲一同前往 可后来忙于生计 早就将此事抛出脑后 第二天一大早 崔毅仔换上登山装备 准备替母亲了却一桩心愿 虽然腿脚有些不便 但是有登山仗助力 一路走走停停 总算在日落前爬到了山顶 看着夕阳洒下的余晖 崔毅仔忍不住感慨 原来世间有如此多的美好 可是为何自己之前没有发现呢 悔恨的泪水再次涌出 她觉得亏欠母亲的地方太多了 不知不觉等到太阳落山 崔毅仔之才意识到 母亲为什么不敢独自前来 漆黑的山路蜿蜒曲折 她不小心直接翻滚进丛林中 脚滑处传来钻心的疼痛 而周边也找不到一个人帮忙 如无意外 崔毅仔今夜便会冻死在山里 可她想到不能就这样结束母亲的一生 之前接收完所有记忆后 崔毅仔便暗暗发誓 她要以母亲的身体一直活下去 这既是给予自己的惩罚 也是心灵上的一场救赎 否则即便下地狱了 她也会永远处于愧疚之中 强大的信念支撑着身体不断前行 直到抵达山路边 她才虚弱地昏迷过去 当崔毅仔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处医院的病床上 她回想起昨晚的痛苦挣扎 心中无数次祈祷母亲千万不要死在这里 所幸她的心愿达成了 而自己生死的那天晚上 母亲何尝不是呼唤儿子不要死在这里 可当时又有谁能理解她的无助与凄凉 转眼32年过去了 崔毅仔的母亲已经变得白发苍苍 成功度过那晚的死劫后 她就这样无病无灾地活到现在 但是内心却始终承受着巨大煎熬 无尽地孤独以及懊悔 让崔毅仔明白过来 前半生经历的那些挫折 其实只是人生中的小小片段而已 即使失败了也没关系 只要还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 当年迈的母亲彻底闭上双眼 崔毅仔再次从十点钟醒来 她没想到还能见到地狱使者 因为轮回的次数已经耗尽 崔毅仔直接双膝跪地 请求对方让她以本人的身份再活一世 之前她表现得如同叛逆期的孩子 现在才发现地狱使者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 死亡并不是结束痛苦的手段 而是将痛苦转接给了最亲近的人 她很想亲口对母亲说声对不起 谁知地狱使者却告诉崔毅仔 轮回子弹已经用光了 不过她以最后一世的身份活到终老 算是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地狱使者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左轮枪里随机装了一颗子弹 只要一次性发射成功 她便能再次转世成为崔毅仔 如果发射失败 那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投胎转世了 崔毅仔默默接过手枪 颤抖着扣下扳机 伴随着一声枪响 画面再次来到崔毅仔跳楼的那一晚 与之前不同的是 当手机响起母亲的来电时 她第一时间接起了电话 而那封遗书则随着清风飘得不知所踪 以上就是死期将至的全部内容 看完整部剧 原来最后一集才是情感的升华 男主汉不畏死 不具任何伤病疼痛 却唯独不敢直面自己的母亲 而最后一次轮回 让她逃无可逃 不过恰好又是最有意义的一世 之前体验的每一个角色 只是让她懂得做回自己的道理 直到品尝到痛苦的滋味 她才真正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原来死亡并不是结束痛苦的手段 而是至今地狱生活的开端 任何人即便在失败 再不被社会认可 可在亲人眼中 她仍然是最珍贵的存在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就有无限的可能 不过也有不少人觉得 最后的说教意味太过刻意 再联想到当地的实际情况 说她是一部年度神剧也不为过 也难怪会有如此多的大咖亲情演出 唯一的遗憾就是女主的戏份太少了些 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之前有几部剧还没更完 阿琪后续会逐一补上 不过因为某些原因 那些剧集只能放在阿琪的子频道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前往查看 顺便帮忙点点订阅 感谢大家